各位好 我们来看关于力的向量第二题 这是合力 要从已知的力 去推算未知的力 那他有给一些条件 他说这艘船呢 被两台拖船 用两个缆绳拖动 拖船甲和拖船乙 那这两个缆绳 他就会提供两个力 一个是F甲 一个是F乙 可是这两个力的合力呢 是向前的 合力是向前 合力是向前 这样子 好那如果 如果知道说F甲是200的话 然后可以 让这个船沿着 题目所画的 这个X轴方向向前 那请问F乙是多少 那这里我们就会 运用到向量的分解 我们 可以 遵循题目所给的 这个 直角坐标呢 把这个 F甲这个力 分解成 Y分量 和X分量 因为 我们在前一题 有介绍 两个向量 可以合成 合成第三个 那 当然一个向量 也可以拆解 拆解为两个向量 所以我们就把F甲做拆解 所以我们就把F甲做拆解 这是一个 等腰直角 不是等腰 它是一个直角伸角形 然后甲甲上的七度的话 那 红色的这个F甲的分力 就会是 200的五分之四 因为F甲是200啊 所以 这个F甲的X X就会等于200乘上五分之四 那就是 160 对 那 所以 F甲的Y分量 就会是 200的 五分之三 也就是120 12 然后 下面这个 F1 就可以从这两个去算出来 其实是只要绿色这个就可以 配合这个53度 因为 它并没有向Y方向上移动 这艘船 它在Y方向上 合力是0 Y方向合力是0 这就是它的重点 它只有沿着 X方向前进 那就是 Y方向合力为0 好 所以我们分解了这个 甲的 Y分量 是120 那所以 要合力为0的话 E 这边的 FE 它的分量 应该就要是 120 这样的话 这两个 才会抵消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就是 FE的 Side 53度 就会等于 FE的Y分量 它就会等于120 这样就可以算出 FE的大小 Side 53度 就是5分之4 所以倒过来 变4分之5 所以 5分之4 5分之4 所以FE就是150 好 所以 乙的施力 FE是150 然后 然后 第二小题问的是 那 加E的合力是多少 在Y分量 已经抵消了 那FE还有一个分量 就是 水平分量 应该说 沿X轴的分量 所以 FE的X分量 根据这个几何关系 这个只有53 那它就会是 FE 再乘上 Cos53度 我们底下这边 稍微的整理一下 FE的X分量 就会是 150 去乘上 Cos53度 5分之3 结果是90 所以最后 X方向上的合力 就是 F-X 去加上 FE-X 那结果就是 200 乘以5分之4 160 加90 250 这就是 第三题的答案 好,谢谢